休斯顿8月8日一处住宰 发生巴斯命案 死者包括三名成年人及五名儿童 一名非裔男子屠杀了前女友一家人 其中包括自己的亲骨肉 8月8日 40岁的瓦勒利生前给母亲发出求救简讯 说自己正被枪逼破 请求妈妈的帮助 接到老人的报警 位于休斯顿的哈利斯县警局派员前往这位女儿的房子 发现现年48岁的大卫康利在屋内 涉嫌杀人的黑人男子更一度与警员驳火 警方派出特警增援 疑犯其后投降被拘捕 警方发言人说四名警员上周六晚 接报到一处住所调查 但未有人应门 后来获知屋内的人是有前科的危险人物 立即要求特警增援 其间在窗口 发现一名少年尸体决定采取行动 先行攻入屋内 这时屋内的49岁嫌犯 与警方驳火 警员被迫暂时撤出 过后由特警与谈判专家接手 之后在谈判专家的劝说下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主动走出房子束手就勤 警方则在屋内发现了八具尸体 警方说这八名死者分别为40岁的瓦勒利 瓦勒利50岁的丈夫杰克逊 他们的五个孩子以及瓦勒利与康利 现年13岁的儿子 第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费 done赏费 广 VII 感谢观看